嗨,大家好,我是非常之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例 这个患者是一位四多岁的姐姐 她有未说反流病,病史有十多年了 十多年间,不管是中药、西药、甚至一些偏方都试过 日常生活也特别的注意 但是治疗效果都不是说特别明显 这个症状也是反复的发作 除了比较典型的反酸、烧心 这个症状比较明显之外 还有口酸、口苦、腹脏、爱气这些情况都有 这十多年间反复的发作 而且各种检查也都做过多次了 她自己的说法,未经都做了有六七次了 我看了一下她检查单子 反正每次不是反流食管炎 就是胆症反流 或者最多有点迷烂这个情况 总之,未经的检查也都不是说特别严重 也就是一个典型的未说反流病 而且24小时的食管压力测定和食管酸碱度测定 甚至微密素的测定都做了 并没有一个异常 所以说不考虑有一个气势生病面 也不考虑进行一个手术进行的治疗 而且本本身也没有松弛 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比较奇怪了 不可能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 导致她这个症状反复的发作 所以说在了解过她的这个情况之后 我又详细询问了那病时 我发现这患者有几个点是被忽略的 也是导致她这个未说反流病 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我在对她进行治疗之后 这也有两三个月没有再进行一个复发了 情况非常好 前两天还收到她一个感谢短信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病例 有必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希望对大家做到一个帮助吧 那话不多说 咱们来谈一下她到底是哪些情况被忽略了 基本上来说有三个点被忽略了 从而影响了她这个未说反流病的治疗 那么第一个点就是便秘 那么很多人该说了 她一个未说反流病 她一个未病 你为她要说她的便秘呢 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 未说反流病 我之前视频说过 她有两大原因 除了第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之外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胃肠道动力异常所导致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 人的胃和肠子 它是连的的呀 你不能把它分开来看呀 你想一下 如果下面不通畅的话 您觉得这个东西它从下面走不动 它会从上面冒出来 也不会 所以说这就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有便秘的话 它就会首先证实的是 你胃肠道蠕动这方面有异常 不管是其他这些什么原因所导致的便秘 总之来说便秘对于胃肠道蠕动本身来说 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你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说我拿这根数据 上面这是胃 胃就相当于你整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发动机 你的胃的蠕动可以带动你的肠子的蠕动 那么你想一下 如果肠子里面有很多大便排不出来 那么你觉得你的胃的每下蠕动 它的压力会增大不会 所以说它需要用很大力气 才可以就是说进行个蠕动 那么久而久之 你的胃的蠕动就被拖累了 咱先不说下面不通 会不会导致东西往上冒 那么它首先这个东西被拖累之后 它的这个蠕动能力就会下降 从而引起反流加重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便秘这点千万不能忽略了 那么这患者为啥他看这么多年的病 没有一个医生去怀疑他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因为这患者他就不认为这是便秘 他说这有腹泻 那么其实这里就说到一个 很多人对这个便秘和腹泻认识的一个误区了 咱们首先来说 什么叫做腹泻 腹泻是需要三个条件齐具的 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每天排便次数要大于三次 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这个排出来的大便 里面的含水量要大于80% 说白了就是你拉的吸水一样便 那么第三个点就是说 你每天排便的量要大于200克以上 那么我就问了这位姐姐了 我说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腹泻呀 他说我每天需要上很多只厕所呀 虽然每次拉量都不多 感觉还总是拉不干净 那么还有呢 就是拉出来这个大便了 也不成形 这不是腹泻吗 那么这里就牵扯到一个点了 很多人对于腹泻和便秘认知方面的一个错误 那么这里又特别给大家说明了 他的这个便秘呢 是便秘中的这个出口梗阻型便秘 也是很多人容易和腹泻所混缴的一种便秘情况 很多人就是说出现这种便秘之后啊 就会吃一些很多止血药 从而导致便秘更加严重 当然这里又跑题了 咱们主要还是谈这个胃水法律病嘛 那么我简单还是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便秘呢 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是慢性传输性便秘 就是腹着乳动没有力气 所导致的便秘 也就是我俗话说那个排不动 也这种情况呢 一般来说这种便秘 拉出来的大便都是干接的 就是那种最典型的便秘 这个大便到盖门口排的特别废弃 出来之后呢 就是一些比较干接 头比较干的这类的情况 这是比较典型的便秘 那么第二种便秘 就是这个患者出现的一种 出口梗鼠型便秘 出口梗鼠型便秘呢 用一个俗话来说 就是排不出 就是说 他总感觉这个大便呢 在某个地方停的 总是往外排不动 就是说阻力大了 那么这个情况 一般来说 咱当然不是说 有人他要长东西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 气质型便秘了 咱主要是说了 还是功能一个便秘 就是没长东西的情况下 这种排不出呢 一般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这种原因一般来说 都是你的肠子的 蠕动节律 出现了一个问题 或者有人 甚至就出现肠经磷 这个情况 我们要知道 人的肠子的蠕动 胃肠的蠕动 是至上而下的 一箭一箭进行蠕动的 就和接力棒一式的 一般来说 比如说这家肠子 它收缩 把这个分面往下挤 那么下面这肠子 肯定是舒张的状态 它一收缩 这个分面到这里 它是舒张的状态 然后到这里之后 它再收缩 下面是舒张的 排到这里 就和接力棒似的 一箭一箭的 那么有些人 因为种种一些因素 导致它这个肠子蠕动的 节律出现问题了 上面蠕动 下面也在蠕动 那你想想 这个大便就很容易 被困在某一箭 下不去 那么这些人 很容易就出现 这个大便了 出现这种 羊屎状的这个大便 一般来说 都是这个出口 耿耿性便秘 说到日了 主要来说 就是它肠子之间 打架了 有的人想让 这个大便留在这里 有人想让它这个大便了 往外排这个情况 所出现的 这就是出口耿耿性便秘 也是被很多人 所认为的那种 就是浮现这个情况 这是因为它这个 你想想 它一箭一箭 这个大便到肛门口 到这一点 觉得得上厕所了 上完厕所之后 这箭又到这里了 它又向上厕所了 总之来说 就是这种情况 分面到这里之后呢 到肛门口之后 它会刺激 这个排便感的东西 感觉想上厕所这个情况 就一箭一箭这种情况之后 就非常容易出现 所以说呢 有些人一次次上厕所 在家那个大便不成形了 就非常容易误认为 这是一个腹泻 而忽略了 它有便秘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就是一个 出口耿耿性便秘了 那么第三种便秘 就是一个混合性便秘 它既有肠道主动能力差 就是这个慢性传输性便秘 又有这个肠者之间打架 所造成这个出口耿耿性便秘 那么这两种情况都有 它这个胃肠道主动的力气 都消耗在内耗之中了 那么这种就被称为一个混合性便秘 这不多说了 总之它就是兼而有之的这个情况 那么在了解它有便秘这个情况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它被忽略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它这个胃肠道动力异常所导致 那么在了解过它最大的病因便秘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一患者的治疗呢 要遵循一个治疗方案 就是上病下治 也就是说它胃病 你别光盯着胃看 你一定要看看它肠子有问题 没有 它的病根在肠子 所以说就是说它上面的病 怎么得至下面才可以治疗到 这就牵涉到一个疾病的治疗 一定要有一个整体观念 你不要孤立的去看问题 胃病它就是胃的问题 肠病它就是肠的问题 有的时候它上面出问题会引起下面的问题 下面出问题也会引起上面的问题 胃和肠是连着的 或者说整个人体都是整体的 为什么咱们就是有时候会说 同病抑制 你看着一个病 它的症状一模一样 比如说一个人头痛 头痛那可能有人感冒头痛了 有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这个有脑血管疾病 有的人脑梗了 甚至有脑出血了 导致到头痛 总之来说就拿头痛来说 他就有很多原因所导致的 而不是说一个疾病 你看到症状一样 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治病一定要有整体观念 不能头痛一层 脚动一指脚的 扯得有点远了 那么这位患者 他的治疗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三个方面去进行个治疗 因为这次给了查胃经的时候 他胃呢 他的这个食管呢 本身还有反正食管炎 食管里面有迷达 胃里面也有迷达 所以说呢 这个益酸药 我们还是需要使用的 然后给他使用了这个雷贝拉拽 也帮助他这个 为什么反流病 进行一个治疗 避免他这个胃酸呢 继续破坏他的这个食管和胃黏膜 那么当然 这是先这个稳定病情用的药 这主要用药 还是在于调整肠道 那么我刚才说了 他的这个便秘是属于一个出口耿主性便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强行的使用一些增加肠道 蠕动力量的药物 就和一个下水管子 咱们都说完全堵了 下水管子它不太通畅 那你觉得你用再大的水压往下冲 有效果呀 还是想办法把它下面堵的地方给它通开 是有效果的 那么当然了 你要强行用水压往下压 就是说我们强行了增加胃肠道的动力 那可能有的时候只会加重你的胃肠道负担 怎么说呢 下面不通了 你强行往里面灌水 它会怎样 它会往上面吐出来 所以说强行的增加力量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就需要使用药物 去调整它的这个动力了 那么这位患者 我给他使用的这个调整动力的药物 就是这个马来酸屈美布丁 去让它的肠道乳动更加有节律 当然了 避免广告嫌疑嘛 这个药物 相关的药物 还可以使用这个皮肥细胺 奥提细胺 甚至三郎缠这些药物 都是可以缓解的肠道痙攣 避免肠道就是说一起主动这个情况出现 那么第三类药物就是导泄类的药物 导泄类药物一般不太建议使用那种 可以被人体吸收的药物 尤其是这种 这个恩空类的泄药 比如说这个黛 蚌蚁印 或者是这个 鲁灰 这一类的东西 它主要是以刺激肠道 为效果的这种泄药 那么这种泄药呢 它一旦被人体吸收 使用的时间久了之后 首先咱不说有依赖性 而且呢 时间越久 它的效果会越差 长期的使用 也会引起大肠黑卫病的发生 也就是你的大肠变黑了 那么这个药物 我一般来说 不是说特别建议使用 一般来说呢 我会个人比较推荐 例如这位患者呢 我建议他用的是这个 三头性的泄药 也就是这个乳果糖 那相对应的药物呢 还有就是这个聚二醇 这种这种药物 当然了 另外还有就是 可以吃一些这个 容积性的血药 比如说这个小麦纤维素 这类东西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四类用药 我就是给他调整一下 肠道菌群 它便秘这么久了 那么它肠道菌群 肯定是有紊乱的 所以说我给他使用一些 益生菌 那么这个益生菌呢 我当时给他使用的是一个 四组酸杆菌 当然你可以选择这个 双气杆菌了 枯燥杆菌了 当然这些益生菌也可以使用 这就不多说了 那么第五类用药 我给他使用一些 中程药 那么他这个便秘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属于一个气密症 主要就说白了 就是一个肝瘀所导致的 肝气瘀结嘛 因为肝主输血 那么如果肝气瘀结 那么整个人的这个气肌 运转不畅 那么久而久之 就会引起便秘加重 所以说给他使用的这个 中程药呢 主要就是一个 酥肝 里气 健脾 作用的这些中程药 那么当然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嘛 我就是多说几种 也就是这个 微酥颗粒 这个胃肠安门 或者是这个 四摩汤 这些药物都是可以的 那么关于用药 也就这些了 当然也嘱咐他日常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以利于排便多喝水 而且呢 多注意日常的运动作息的规律 调整好情绪 等等各方面的日常生活调理吧 就不多说了 这不在治疗过一个多月之后呢 现在也过了去两三个月了 情况很稳定 这不前两天还收视人家 也短信嘛 我也挺高兴的 那么具体情况就这么多了 总之来说 还要说的是 我们治病一定要有一个整体观念 千万不能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的 不要把自己的目光 仅仅局限在他生病的这个部位 也一定要有看一下的全身其他地方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面 所引起的排除 有其他原因所导致的 而不是说 把时间都浪费在一个具体的位置 而忽略的是其他问题所导致的 说白了就是治病要求根 就是这个意思 那说的有点多了 这个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